张华县政府为了方便县民往来张华市以及二林镇 同时因应二林中科园区厂商设厂以及招募人员的通行需求 是新开辟了市区客运十九路 而最近也是正式的通车营运了 县长王惠美表示 这条公车路线因为行驶国道一号 可以快速的抵达二林中科 同时它也是张南捷运的先导公车路线 有助于培养先骑的公共运输量 也欢迎民众都能够用约达成 张华县政府新屁张华到二林十九路公车路线 最近正式通车 过去我们从中华来到二林地区 总共要停七十一个站的一个公车 所以造成说我们学生要去 为二林地区要去张华设租 或是说要来去张华上班是非常不方便 那这一厨呢 我们成立了一个第十九号线的一个公车 二林地区通勤足 搭乘传统公车路线 沿途要停靠七十一站 造成使用率越来越低 为解决这个问题 县府特别新屁市区客运十九路 从张华站出发行经张华女中张华县政府 张华级独教医院秀船纪念医院等 接着上国道一号前往西湖到二林 总共只有十三站 节省约三十分钟时间 那这样只有十三个的站 那所以过去大家做这条线 过去睡着就睡着 要不到我们的这个中华 还是要不回到我们的理念 那这一次我们整个路线 就可以节省四十分钟的一个路程 那希望能够方便民众 未来在二林中科的上班也好 或者说来去张华跟二林地区 让他能够更加的这个交通 能够更加的紧密 西湖镇长黄罪珠表示 感谢王县长重视地方建设及交通 目前国内一家知名精密工业 已经进驻二林中科 并招募七千多名员工 十九路公车路线 将能便利民众就学与通勤 记者雄心仪 张华线采访报道